2011上海车宅 我们来看一台大家万众期待的新车 就是广风全新第4代的汉兰达 提起汉兰达这也是神车一样的存在 从上市到换代 足足这么长的时间 它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零换代的时候要不要加价我不清楚 反正肯定没有优惠 那么就是这样一台神车 现在换代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大概的情况 这台车前脸的设计上 我觉得跟现款相比 没有那么四平八稳了 线条都是斜的 带一点曲线的感觉 就会要生动一点 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进气格杉没有用上 大面积的恶俗的镀铬 它现在是一个黑装饰 看着要清爽很多 logo里面是一些蓝颜色的元素的 大家就会知道了 它是双勤或者说混动的车型 这台车的动力系统 是一个基于2.5升自然吸气的 混动系统 申报的油耗是5.8升 作为汉兰达这个车来讲 动力性能的强弱 真的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你别慢得太过分就可以了 其实稳妥 平顺 省油 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 混动系统 风田的这套混动系统 很明显可以契合这些需求 所以汉兰达换成混动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或者说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政策 往后来看一眼 车轮我们这台展车是20英寸的 现款或者说老款车型 到顶配也就是19英寸 所以在轮胎的尺寸上有一个升级 其实不知道往下会下放到 多低配的车型上去 现本汉兰达只能买顶配 这个事情 大家关注过这个车型的也都知道 新款的配置政策 我们现在还不算很清楚了 侧面的整个车的一个轮廓和比例 还是不算太高 但是比较长的这么一个样式 和现款是一样的 但是整个视觉效果看上去 如果你拿人来做比方的话 它会显得要更精瘦一点 就好像减脂了一样 不会再那么种种的了 现款汉兰达是一点种种的 就很典型的北美车的感觉 我们再往后 只能通过透明的前排的车窗来看一下内饰 我非常的不好理解 我明明在网上都已经看到了这台车 一个非常详细的静态体验了 为什么到了展台上 现在不让我们进去了 好吧 既然不是保密状态 反正不让我们进 我们就透过车窗看一眼 内饰 但是还是丰田的设计 中间的那块屏幕是高高竖起来的 会显得有点突兀 然后在现款汉兰达上广受好评的 这么一个贯穿的巨大的储物槽 其实是得到了保留了 不过目测应该是两段式的 中央扶手这边 一个像发射井这样容积很大的 中央扶手箱也是得到了保留 后排就不清楚了 因为都是很黑的玻璃 不过我在网上学习了一些同行媒体老师们的体验 第二排和第三排的承诺空间和现款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是维持了一个现有的水准 车尾的造型我们来看一眼 车尾就是车灯的精致感 我觉得比现款要强一点 然后棱角要更加分明一些 变化就是这样了 这台车其实最明显的或者说最核心的变化 还是动力系统的变化 其他的东西我们现在也是暂时填不到的 对于汉兰达来讲 这台我们中国市场的神车可以说是一直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加价 相信新款上市的时候产能也会做一定的控制 具体会是怎样的一个市场策略 或者说它会是怎样一个市场表现 我现在也不太好推测 但我觉得我们的行业是在进步的 不应该有那么一台车永远都在加价 或者说永远都没有优惠 那我们所以对新款阿兰达还是保持期待 并且尽快希望可以体验到它完整的一个静动态的实力 好就到这吧 喜欢记得分享哦